政府和非公屋、非縱緩的低收入住戶 發放第二輪一筆過的ANMO津貼 下個星期一開始分階段接受申請 津貼金額和第一輪一樣 由關外基金撥出 一人住戶的津貼金額是$4,500 二人至到四人住戶會有津貼$9,000至$14,500 而五人住戶就會有$15,500 春年1月4日至5月31日期間分階段接受申請 申請人必須符合指定的入息限額和租金上限 預料超過13萬戶,大約35萬人受惠 涉及大約14億元 曾經受惠於上一輪津貼的合資格住戶 可以再次受惠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 沒有計劃再推出多一輪津貼 亦不會行常法 我相信在未來幾年都不會再出現 他已經是延結了他的使命 沒有計劃做第三輪 因為在明年的第三季 有兩個措施都會實行 一個就是剛才說了 運防局推行的有關這些 輪候公屋三年符合資格的 引事一個生活津貼 另一個項目就是在在職家庭津貼 亦有一個項目的調整